最近的消息来关心 东非沸沸结束了长达18天的逃亡 在昨天下午遭到的猎枪 击中左胸伤重不治 她的遗体在今天9点 由洞宝处送往台北市立动物园来检验 要查明详细的死因 那么稍早桃园市农业局跟洞宝处的人员 也列队鞠躬送沸沸最后一程 这桃园市府农业局呢 稍早已发布新闻稿表示 善待动物尊重生命 必须是我们追求的价值 对于这次沸沸的捕捉行动 原本期待是温馨的结局 不过竟然发生如此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 我们深感遗憾 也必须对同仁 没有能够展现对生命的尊重 向外界致歉 我可以说这次沸沸的捕捉行动物尊重